2005年 台湾省高雄市发生了一家六口集体奇迹事件 一家六口人纷纷声称自己被神仙附身 最终一死无伤 2005年4月10日 高雄医学院急诊科医生 在医院门前 看见了一个倒在地上的女人 她上前探女人的鼻息 发现对方竟没有呼吸 医生大惊失色 迅速叫来了医护人员进行急救 原本众人以为 女人呼吸停止只是因急症导致的 只要急救得当 还是能够将其从死亡线上挽救回来 但在一番急救操作后 所有人才惊觉 女人早已死亡多事 所有人一时间都有些无措 面对一具无人认领 不知身份的气失 远方只能无奈地先将其安放在庭室间内 在进行了粗略的检查后 进行尸检的医生 被尸体上遍布的瘀青和灼伤吓到 因察觉到了事态的异常 尸检医生在与远方领导进行沟通过后 紧急联络了股分居 警官 这里是高雄医学院 本愿于今日接收离聚被丢弃 在急诊科门前的无名女师 接到报案电话后 古山分局迅速整队 于二十分钟后赶到了高雄医学院 女人的尸体呈现着扭曲的姿态 僵硬地躺在不朽钢板床上 停尸间里充斥着腐烂恶臭的气味 年轻的警员表情扭曲地掩住口鼻 按捺不住地干搂起来 根据我们对尸体状态的初步检测 死者的死亡时间应该在一天前 原来是这样 我就说刚刚死亡的尸体 怎么可能这么臭 年轻警员嘀咕着 医生听到这里 表情变得有些复杂 不 不只是因为腐烂 医生话音听了下来 在场所有人都被这话说得摸不着头脑 而当盖在尸体上的白布被掀开 偶然都瞬间明白了这话中的含义 这个女人是非正常死亡的 除了尸斑 女人的尸体上遍布伤痕 有因殴打形成的大片瘀伤 也有一点点密布的烫伤 而最令人震惊的是尸体的皮肤上 口鼻内布满了粪便与尿液的混合物 这也正是尸体散发恶臭的缘故之一 一时之间 所有人都陷入了沉默 平时间内移云笼罩 她是谁 她究竟是怎么死的 又是谁 将她的尸体丢弃在了医院门前 此后 警方迅速对此展开了调查 女尸的身份也终于浮出水面 她叫吴凤 两个月前 她还是台北一家疗养院的护士 而没人能够想到 仅仅两个月后 她便成了一具冰冷的 被丢弃在医院门前的尸体 吴凤娟生长在高雄古山区的 一处老旧的透天错内 多年以来 吴家父母靠着做小工为生 拉扯四个子女 十分艰辛 作为家中的大姐 吴凤娟早早步入社会 帮助父母供养弟妹 直到弟妹成年 分别有了谋生的手段 家里的状况才逐渐好转 2005年2月底 29岁的吴凤娟 正在疗养院中上班 平静的午后 电话铃声急促地响起 吴凤娟安顿好身边的病人 手忙脚乱地 接起了来自母亲的电话 电话中 吴的声音惶恐而焦急 不停地询问吴凤娟的近况 吴凤娟有些奇怪 母亲从不会无缘无故 这样紧张警惕 是不是家里发生了什么事 她焦急追问 但吴母依旧遮遮掩掩掩 最终更是十分突兀地 挂断了电话 吴凤娟困惑于母亲的异常 内心十分不安 而就在几个小时后 吴凤娟正准备下班时 却在疗养院门前 看见了匆匆从高雄赶来台北的母亲 吴凤娟难掩震惊 而此刻 吴母也终于吐露了事情 原来是吴凤娟的小妹吴书 化名启鸡了 关于什么是启鸡 这还要从鸡开始说起 所谓的鸡同 我们可以理解为一种 与灵媒十分相似的职业 是负责沟通神 鬼 人之间的媒介 启鸡就是所谓的神明附体 神明附体的整个过程 则被称为父 实际上 台湾民间信仰中的神明 是非常复杂多样的 常常能够在一个家庭中 看见妈祖 哪吒三太子 己公 真武大帝等 不同神明的神像 四海之内皆信仰 满天神佛一家亲 大概就是对此最为准确的形容了 而吴家 就正是这样一个 供奉着先祖牌位 与众多神明神像的家庭 也正因此 吴淑娟的突然起击 让整个吴家陷入惶恐 吴淑娟声称 被哪吒三太子附身 并预言吴奉娟将在不久后 遭遇不测 听吴母讲完一切后 吴奉娟不可避免的心生恐惧 因受家庭的影响 吴奉娟也与吴家其他人一样 对神佛有着虔诚的信仰 哪怕支身在台北 也会将先祖牌位 放在住所中 时时击败 一番商议后 吴奉娟最终决定 听从母亲的建议 请嫁返回老家高雄逼祸 当晚 母女二人便回到了透天措 一家人看到吴奉娟回来 都纷纷松了一口气 吴府更是欣喜地做了一桌好菜 为女儿接风洗尘 不过这样的气氛并没有持续太久 哪吒三太子的预言 就如同一个魔咒 将吴奉娟深深困住了 深夜 吴奉娟从噩梦中惊醒 她梦到了自己被一个陌生男人侵害 后被秦月杀 吴奉娟大汗淋漓地喘着粗气 仿佛还能够感受到梦中所经历的那份疼痛 而梦中的一切都仿佛和吴淑娟的奇迹 预言遥相呼应起来 自己真的会死吗 即便回到老家 也依然无法打破预言 吴奉娟惶恐万分 吴母听见声音 披着衣服起身敲开吴奉娟的房门 此后 母女二人一夜未眠 吴母陪伴着惶惶不安的女儿 跪在先祖牌位和神像前祈愿 但可惜的是 这样的做法似乎并没有效用 此后的一段时间内 同样的噩梦在每个夜晚纠缠着吴奉娟 整个吴家的气氛越发地沉重起来 吴奉娟也不能寐 整日疑神疑鬼 精神状况越发敏感脆弱 甚至家中有人大声说话 都会将她吓得魂不守舍 这样的状况 一直持续到了三月份 才逐渐有了好转 此后 吴奉娟动了重回台北打工的心思 吴家一家也逐渐放松了心神 当天 吴奉娟联络了在台北的闺蜜 询问有关工作的事宜 但就在电话挂断后 意外发生了 吴奉娟突然莫名其迹 伴随着阵阵诡异的笑声 吴奉娟的眼神变得阴气森森 她的动作变得夸张 整个人的状态异常癫狂 吴乃观世音谱 献身于此 维尔等消灾解恶 吴奉娟嘴里喃喃念叨着 丝毫不顾已经乱作一团 惶恐无措的吴家众人 吴母焦急地想要拉住吴奉娟 却没成想 吴奉娟突然爆起 开始自残 她不断地掌握着自己 尖锐的指甲 朝自己的身上脸上抓去 并且发疯一般地 撞向墙壁和尖锐的桌角 很快 吴奉娟的身上布满了 亲子于痕 变得鲜血淋漓 而在这过程中 吴奉娟的力气 也变得出奇地大 为了制止她继续自残 吴家人只能合力 将人用粗麻绳捆住 这才终止了这场混乱 吴父吴母看着歇斯底里 神情癫筐的长女 心如刀绞 但吴奉娟此时的状况 家中时时祭拜 各路神仙的吴家人 又怎能不明白 这哪里是奇迹 这明明是被妖魔附体 中邪了 就这样 吴家一家 除吴奉娟外的五口人 坐在客厅里 度过了不眠的一夜 第二天一早 一家人最终决定 带着吴奉娟 前往五指禅修 期望着能够借助禅修的力量 驱逐吴奉娟身体中的妖魔 但事与愿违 禅修期间 吴奉娟的状况 丝毫没有任何好转 此后 吴家一家人 又到了南子区神坛 找人为吴奉娟收金 就这样 一连辗转多日后 吴家人带着一身疲惫 回到了家中 吴奉娟依旧被紧紧束缚着 从她的状况和吴家人的神情间不难看出 多日来的除魔区邪精一点效用都没有 吴家人陷入绝望 而此时 吴奉娟中邪的消息 也不知怎么传遍了左邻右舍 四邻明面上来看望 实则却是来打听情况 看见吴奉娟的状况如此严重 住在楼下的吴家亲友 甚至短暂地搬离了透天措 一时之间 吴家仿佛成了透天措中的一块禁地 又是一个深夜 吴家人围惧在一起 阿娟这样不行了 早晚要出大事情的 不然找个大师来家里做做法吧 吴的声音低沉 语气中带着犹豫 能用的方法都已经用尽了 邀大师做法 已经是吴府能想到的最后的办法了 试试看吧 总要试试的 就这样 吴府的建议得到了吴家一家人的赞同 几日后 大师上门了 吴母请来的大师 是古山区有名的灵媒 不仅能请神驱邪 还能看阴宅阳宅风水 这样的人 本就十分难要 吴母也是费尽了心思 才托人高架 将人请了过来 没成想 大师才刚一踏进吴家的门 便面色大改 神情间尽是难以置信 这可是所大凶之宅 遍布妖魔 居于此处 必将反噬自身 不知道是因为大师的话 还是因为这间房子 真的有着诡异之处 在场的所有人都感觉到了一阵良意 和莫名的恐惧 此时再看向四周 只觉得鬼气森森 查看着吴家的房宅 大师的神情也越发严肃起来 此后 更是一言不发 转身便要离开 无父无母拦阻了大师离开的脚步 痛哭着恳求大师出手施救 最终 大师终于无奈应下了吴家人的请求 据他所言 吴家一家人居住的这间屋子 阴暗少光 成不规则形态 风水极差 乃是招惹鬼怪的凶屋之想 也正是因此 才招来了妖魔几句 久而久之 居此处的吴家人 阳气渐弱 这才会有无奉娟 被妖魔附体的事情发生 现如今 妖魔壮大 想要将其驱除 必然万分危险 如同抓紧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此后 吴家一家对大师言听计从 有求必应 无父无母 按照大师的要求 准备好了 做法式所需要的一英物品 除此之外 更是花了一大笔钱 从大师手中购买了大量的支付 祭台上燃放的香煮 轻烟向上盘旋 大师脚踏奇怪的步伐 掐着手绝 口中喃喃 一场诡异的驱魔法式 整整持续了一个下午 直到夜幕降临 才终于结束 不知是心理作用 还是大师给的浮水 真的有效用 无母只觉得自己的身体 轻松了许多 就连无缝捐都沉沉睡去 不再胡乱挣扎 一夜过去 就在所有人都认为 事情已经平息的时候 恐怖的事情再度发生 而这一次 混乱和诡异终于爆发 一切变得失控 朝着无底的深渊沉沦 逼则的房间中 无复起击了 他声称自己被玉皇大帝附体 随后使无母起击 高喊自己是 王母娘娘下凡 紧接着 使无家二女儿无鬼娟 化名和小女儿无淑娟 叫让被七仙女上身 最后使无家老三 也是无家唯一的儿子 无成辉 化名 因侧侧的自称技工 就这样 在透天错的无家老房中 一场集体起击开始了 整个无家 成了混乱 失控的决斗场 从各自自残 到互相殴打 无父无母养洒福祉 将其贴满整间房屋 无贵娟和无书娟 更是找出了家中 所有黑色的衣服 布置起了诡异的针法 无成辉高举点燃的 乡主和神像 在房间中跳起了诡异的动作 伴随着混乱的升级 无家一家开始互相 用乡主灼烧彼此 挥洒米和盐巴 此后 无家人的行为 开始变得越发怪异恐怖 后来逐渐发展到 互相喂食粪便 泼洒尿液的程度 而在这一整个过程中 最为可怜的 还是无奉娟 作为最先中邪的人 早已饱受折磨的他 在这场混乱的起击中 已然体力不支 最终只能被动地承受着一切 摆放着先祖牌位的机台上 亮着红色的塑料蜡烛 不断燃烧的香煮 将四周边的烟雾缭绕 恶臭充斥着整间房屋 尖叫与哀嚎隐隐地从中传出 这一场集体起击 整整持续了二十天 期间 吴家一家六口 仅仅靠着浮水维持生计 直到2005年4月9日 一切终于平息 而没人能够想到 这场充满诡谀的 风波平息的契机 竟然是吴凤娟的死亡 没错 吴凤娟在备受折磨了 将近两个月之久后 终于弃绝 而此时吴家另外五人的反应 却是狠狠地松了一口气 附身在吴凤娟身上的妖魔 终于死了 没错 在这一刻 没人认为是吴凤娟死了 所有人都认定是驱邪成功了 死的不是我女儿 而是附在她身上的妖魔 即便是在后来面对警方的时候 吴母依旧重复着这句话 2005年4月10日 吴凤娟死亡的第二日 从企机中恢复过来的吴家人 发现吴凤娟还没有清醒 在进行了一系列粗浅的急救无果后 他们将人带往医院 而接下来 吴家人的一番操作 更是让人大跌眼镜 他们将吴凤娟的尸体 安置在了高雄医学院的门口 此后便悄然离开不知所踪了 也正是因此 在高雄医学院引发了一系列的骚乱 古山分局通过医院 对吴凤娟尸体的初步检验 迅速将其列为重案要案 一方面 对吴凤娟的遗体进行法医鉴定 另一方面 开始对吴家展开调查 搜寻吴家人的踪迹 很快 警方根据吴凤娟的基本信息 锁定了齐居住地 但当一众侦察人员赶到吴家的时候 所有人的表情都变得复杂 震惊了起来 整间房子充斥着诡异的氛围 烟雾缭绕间 可以窥见撒满地的符址 与大片的粪便 与尿液的混合物 年轻的警员冲出房间干呕 老警员也难挨得捂住口鼻 皱紧眉头 这家人 重邪涝 是脸 全家乱跳 叫一个躺在地上 大家都围上去踹 打 吓死人了 四邻看见警察上门 才知道吴凤娟的死讯 此后 有知道吴家状况的人 纷纷上前讲述起了近两个月内 发生在吴家的种种恐怖的事情 古山分局的警员 对此既震惊又充满了怀疑 集体奇迹 中邪 真的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吗 警方本能地不愿相信 但面对这种状况 又没人能给出合理的解释 即便是办案经验丰富的老警员 也不禁陷入了沉思 或许只有找到吴家一家人 才能得知事件的全貌和真相吧 带着这样的疑问 古山分局开始不断增派人手 加急搜寻吴家人的踪迹 与此同时 此案不知为何走漏了消息 大批的媒体人闻风而至 或许人们总是对这种都市灵异事件 充满了天然的好奇 几天之内 高雄一家六口集体奇迹事件 迅速占领了各大新闻报纸的头版头条 更有灵媒评论说 吴家人之所以集体奇迹 正是由于在家中 供奉祖先的神主牌位之外 还同时供奉着多尊不同的神像 因此才会产生 神明争抢信奉的香火 以致引发吴家全家人 奇迹做法的状况 也有所谓知情的邻居称 吴家供奉的三太子神像 被移动过 这才触怒神灵 遭受到了天法 真相究竟是什么 吴家人又究竟在哪里 伴随着时间的推移 此案也被传播得越发神秘 更有人直接将其搬到了电台节目上公开评说 有人认为 一定是因为奇迹 才发生了这样的惨剧 吴家人之所以便寻不到 也许是早就遭到反噬 死掉了 也有人评价 吴家人是故意设计杀害了吴凤娟 此后因心中有鬼 才四散而逃 不知踪影 总之 一席之间 吴家一家人 竟以这种特别的方式 成了2005年的流量密码 而就在所有人都对此案进行猜测 推理之时 一直没有踪迹的吴家人 却突然出现了 吴家一家人 围惧在医院门前 吴父吴母抱着吴凤娟的遗照 痛哭流涕 警方感到时所看到的 就是这样的场景 警员训练有素地将吴家一家控制起来 对其一一进行问讯 而让人没想到的是 通过吴家一家人的叙述 案件却朝着更加模糊 诡异的方向发展了起来 这些天 你们跑到哪里去了 审讯室里 审讯员冷冷地看着 悬缩着坐在椅子上的吴母 那天我们从医院离开 就各自分散出去避祸了 他们去了哪里 我也不清楚 避祸啊 什么祸 审讯员追问道 如果不离开 说不定会再次被附身 吴母神情偏执 盯况地叫嚷着 面对这样的结果 所有人都只感到无可奈何 离开古山 是为了避免再度被附身 将吴凤娟遗体遗弃在医院 是因为他们根本就不认为 吴凤娟已经死亡 吴家一家坚信 只要将其送到医院抢救 就能痊愈 至于他们 为什么会在失踪多日后突然回来 据小妹吴淑娟交代 是因为姐姐吴凤娟托梦给母亲 一家人这才确认了 吴凤娟已经去世 所以匆匆赶了回来 而面对谋杀的质疑 吴家一家更是高喊愿望 吴家一家无口 甚至各自向警方展示了 自己身上的瘀青和烫伤 以此证明 并非只有吴凤娟一人 在企击中受伤 这只是正常的驱邪 这样的力道 怎么可能死人呢 对吴凤娟的死 他们一致认定是重邪所致 在吴母看来 虽然因企击成功驱逐了 附身在女儿身上的妖魔 但因为附身时间过长 女儿的魂魄无法归位 才最终导致了吴凤娟的死亡 现如今 不仅仅是吴凤娟的死亡 就连审讯过程 都充斥着怪力乱身 警方与媒体都开始迷茫起来 究竟是这一家子人的精神状况 异于常人 还是冥冥之中 真的有着看不见的神秘力量 两天后 经由前来相验的检察官建议 古山分局派专人带领吴家一家 去到医院进行精神鉴定 在国军高雄总医院精神科内 医师逐一为吴家一家 做了精神鉴定 结果十分出人预料 不同于企击时的混乱 企击结束后 吴家人的精神状况 早已与常人无异 医应检测 全部都显示着 这一家人的精神毫无问题 最终还是经验丰富的高雄总医院精神科主任 曾东盛 做出了相对合理的推论 曾东盛认为 吴家的情况应该属于家庭集体精神妄想症 精神妄想症可以说是精神科疾病中 就医率最低的一种病症 因为病患本身并不认为自己有病 在没有发病的时候 也极难检测出来 但一旦病情发作 情况都会相当严重 患此病症后 患者应该会在生活中 出现轻微的发病症状 但因为十分轻微 并没有影响社会功能和人际关系 才并没有被邻居或是身边同事发觉 而家人之间 彼此原本就有着紧密的联系 更有着相似的宗教信仰 这也造成彼此之间 不但没有察觉对方的不妥 还进一步地对彼此造成影响 尤其是吴家一家人 长期以来过度迷信鬼神 吴凤娟精神妄想症 发病重邪 进而引发了家庭集体精神妄想症 但很显然 这样的推论 并不能够让关注此案的人满意 包括媒体在内 相比于合理的解释 所有人都更期望着 这是一起灵异事件 亦或是有着更为复杂而激烈的反转 同样 这样没有实距的推论 也无法作为决定性的证据 帮助警方推动案件的进展 一时之间 这起诡异的集体企迹事件 陷入了僵局 吴凤娟究竟是死于吴家人的殴打虐待 还是死于中邪 而就在警方受困 舆论沸腾的当口 转机出现了 古山分局见证科的法医 通过吴凤娟的尸体 检测出了其真实的死因 与众人所想的不同 吴凤娟既不是死于吴家人的殴打 也不是死于鬼神之力 她是因为多日未曾进食 有睡眠不足 最终造成体内大部分器官衰竭而亡 继而 法医推断 在这种状况下 人是极易出现精神错乱 或幻想清醒 是以吴家一家的异常行为 或许也可以以此解释 就如同吴家人反复强调的一般 他们殴打吴凤娟的力道 根本不会造成死亡 虽然这个结果听起来 着实可悲又可笑 但有关于吴凤娟的死 已然变成一个永远无法解释清楚的谜题了 好像他既是死于自己家人之手 但又并非死于家人之手 事情发展至今 就连检方都不知道究竟该如何判决此案了 吴家一家人 因一次起击 殴打吴凤娟 未时分辨 更是在吴凤娟口吐白沫 心跳微弱的时候 拒绝将其送医救治 在人心道义上看来 他们就是凶手 但在法律的层面 他们又并非导致吴凤娟死亡的主要因素 最终 检方也只能以一气质死罪 起诉了吴家五人 自此 整起事件落幕 这是一个称得尚有结果 但是又没有结果的案件 在台湾社会中 民间宗教信仰十分普遍 据2013年台湾的数据统计称 台湾的登基庙宇 多达12083座 用三部一小宫 五部一大庙来形容 也毫不为过 伴随着民间信仰 与普通民众的生活方式 以及思维方式的紧密融合 各种各样的极端状况 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各种祭祀 庙会中 常能看见当街奇迹的鸡童 鸡童当街自残 用铁杆从脸颊穿过 拿着刀往自己的头上身上砍 看到鲜血淋漓 路边的商家才会奉上红包 将红包穿在刺穿鸡童脸颊的铁杆上 也有鸡童用狼牙棒互相攻击 只使狼牙棒的刀片卡在头顶 最终只能用老虎钳 才能将卡住的刀片强行去处 路人欢呼 看客沸腾 新闻记者将其记录拍摄下来 大肆宣扬其神意 然后舆论成顶废壮 网友热意点评 或奚落嘲讽 或虔诚祷告 一切都是那么的狂热 无序 而发生在吴家的一切 又何尝不是这狂热与无序的盛会的缩影呢 吴凤娟死后 吴家一家久久无法从中走出 最终 一家人还是靠着邻居亲友帮忙募捐 请法师驱邪超度了吴凤娟后 才逐渐恢复正常的生活 他们不愿再提起这段往事 也没人知道他们心中所想究竟为何 或许对他们来说 清醒地痛苦着 还不如麻木地度过此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